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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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在哪里呢 但是问题是 讲得好像一副是送外送的样子 可是你看 支援军事情务其实是有细则的 里面写说到底要支援哪些呢 比方说第一个叫做 抢修军用机场港口跟厂库 要抢修战备道路 铁公路还有桥梁隧道 还要协助装卸运输军品 所以你外送送的是军品 不要搞错 你身上带的军品不是可以被轰炸了吗 再来协助设置军事组绝障碍 以及对空监视 还要来报告敌机的动态 还有协助伤患的医疗作业等等 那么请问一下 你敢不敢告诉大家 这勤务细则是什么呢 难道是怕吓死家长 为什么不提出来说呢 所以民营党现在 到底敢不敢把勤务支援细则 念给家长听 让大家知道 到底学生们会做什么 那么家长听到之后 又会不会吓破胆呢 齐凯哥 今天巧新他们提的 二十个立委提了这个案子 我觉得蛮好的 就突袭一下 航空演习 让全国的民众都知道说 民进党一直在操作的是 怎么样一个恐惧 跟他自己在 所以说从四十万名利 到后来教育部去做了这个调查 到底真正的内容是什么 所以后来虽然紧急撤回来了 我跟他报告 第一个达成一个突袭的效果 让前民开始在注意到这个 第二个 我也问了国民党说 为什么前十秒要先停下来 过段时间随时会再提 因为这个题对全国的民众 都是切身要了解的 特别是父母 每个小孩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而且民进党把那整个气氛搞到 好像看起来随时要打仗 特别你为什么去调查小孩子 高中职的学生 如果是发生金事的时候 战争的时候 你要去做哪些帮忙 刚刚我看一下 民进党现在没有跟大家讲的 他现在一直在民党法里面知道 真正的关键是什么地方 金事执勤细则 他至少有八大项是要做的 刚刚有练了几项 我跟大家讲 你中规起来有几个很重要的 这个细则里面要我们的学生 去做什么事情 要协助装卸印输金品 这个跟战争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啊 而且这个都要信念 而且是危险的 第二什么 要去抢修金用的机场跟港口 或者是跟部队 整个印输的过程里面有关系的 铁公路跟桥梁隧道 这个跟军事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啊 里面这个项目明明白白 第二个 他的前提是什么 当然就发生战争的时候 结果现在不只国防部长顾立雄 现在联民进党 沈柏洋 不是专门在训练那个 训练那个黑熊部队的 神枪手 很奇怪 黑熊跟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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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熊部队跟他有关 人家不只有关 训练40万的这个名利 多强啊 现在突然张化有一所学校现在退场了 说现在要去做什么事情 名利 我们现在都盯着 是不是沈柏洋或者是黑熊部队要进去训练 这个我们都盯着看 包括他们会不会用黑熊部队的 某些设备 某些这个他们的教科书 那他们怎么去应用这个新的这个基地 我们会盯住他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好 那我们把它拉回来讲 一般的这个家长看到这个 我们的心头肉可能会到战场去 都是担心的 所以今天透过这样一个突袭 让大家清楚说有这个问题 那以后我们随时再拿出来 另外我要提醒大家一下 其实现在整个那种战争气氛感觉 好像是越来越近了 闻到那种气氛嘛 那我们就要问啊 政府的高层到底做了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知道吗 包括我们美国驻美的这个 我们驻美的这个代表 宇大迪他说什么 台湾的民众已经准备好 愿意而且准备好上战场了 之前我们在讲那个宫廟放那个什么 弹药那已经是很离谱了 四十万民力已经很离谱了 高中省的民族 现在连我从我们驻美国的大使嘴巴里面讲出来 而且是愿意的 台湾的家长 台湾大部分的民众跟你讲说 我们愿意现在上战场吗 我们是要打仗吗 你凭什么这样讲 这句话应该 我们现在问一个非常郑重的 驻美代表那么重要 我们的总统有受前他讲这个事情吗 有受前他讲这个事情吗 这事情是对的吗 没有的话总统要赶快去就这个责任 至少外交部长也没有授权 一定要去把这个事情问清楚 你知道第一个 你让美国的民众误以为说 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去打仗了 有些愿意去了 第二个让我们的家长是担心的 那我要跟他讲另外 在全世界里面有两个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个 以色列从去年年底跟哈马斯开始打仗 那个以亚战争 到现在如火如土在打仗 他们的媒体 以色列媒体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刚开始打仗的时候 以色列总理的小孩在美国的迈哈密没有回来 全国踏法 被骂死了 所以总理的小孩后来就从美国紧急就回来了 他们的媒体还公布了一份 从总理一直到总统的小孩 到各个部会的首长 他们家里面有多少人在第一线正在打仗 所有的部会首长里面 只有一个是小孩未成年还没有去 全部的部会首长全部都去 里面那个劳工部长 四个儿子四个女儿还有他老公 全部都在第一线 台湾现在也需要这个 如果民进党要继续在下我们人民 然后你自己 我们当然要做好自己的防卫没有错 可是我们没有像这个驻美代表讲 已经准备要去打仗 你如果要这样做 第一个 你这些高官的小孩 从赖清德总统 一直到行政院院长 国防部长 各个部会的首长 请学以色列这样子 第一个你的小孩 有没有当过兵 第一个你们要准备要去当兵 第三个至少你要去参加这个民力 或者是像这个高中生的调查一样 你要准备去做这个事情 要不然我们的士气怎么去凝聚 请从赖清德总统 从行政院长到各个部会的首长做起 好不好 来凝聚共识 你们小孩先做好好的榜样 要么就去从军 要么就去参加民地新年 我们就等着看会不会有人 身先士卒 好了 不过绿营保证说 不会让学生们上战场 那么沈柏阳来解释说 什么叫做支援军事情务 他说很简单 就是去做物流 情报 医疗 帮忙设置一下障碍等等 还酸在党说 难道去请人民协助做个物流 叫做上战场吗 我记得先前我们自己的士兵 去搬运一个弹药还被炸伤 那么他们都是有受过训练的人 你送的这些外送品 不都是一些军品吗 讲得好像送宅集变一样 那么民进党的驻美代表说 刚刚讲到我们已经准备好要作战了 还说台湾希望像乌克兰一样 打仗不需要美国人帮忙的 但是最近网路上就疯传了一段影片 是乌克兰的年轻人去看个演唱会 散场就被直接强制征召送去入伍了 网友大惊失色 难道未来这样的情况台湾也会发生吗 你能够想象周杰伦大巨蛋的演唱会 唱完出场的时候 结果一出来 人通通被送去军队里面 你能够想象吗 好了 就今天要表决修美国法 蓝营却临阵脱逃了 过去不就是国民党喊出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吗 怎么今天却缩手了呢 今天蓝营不敢多谈一中宪法 然后连修个法阻止青年上战场 也临阵脱逃 那很多人就在问 那我们票投给国民党 到底跟投给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兵哥怎么看 我觉得沈柏阳每一次都故意 把这些事情轻描淡写 去送个物流难道不行吗 在战场上送物流你觉得是怎么样 你去送送看啊 如果沈柏阳觉得很轻松 我帮你出机票前 你现在飞去乌克兰 你去送个物流看看 这根本就是故意避重就轻嘛 实际上军事情务细则里头 讲得很清楚啊 你要排除障碍是包括地雷这种障碍 那你在战场上负责运送物资 那请问一下不用抱生命危险了吗 这本来我们的军事情务资源就是战争的时候的准备啊 不然是干什么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民进党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全民备战 你就老实告诉大家嘛 我们就这样施行的 那赞成人 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嘛 大家来好好讨论嘛 那如果大家都赞成多数民意赞成 我们就这样去做嘛 甚至全民皆兵啊 就学以色列要全民皆兵啊 那这个要负担的社会成本要造成台湾的经济体制发展 大家就一起负担啊 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啊 可是民进党现在最闹的就是 你明明要往这个方向走 你又不敢讲 要用偷偷摸摸的方式 今天塞一点点 明天弄一点点 用这样做 老实讲他这样做反而更糟 你看我们已经几次了 只要一被人家发现 你才做这件事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你们误解 你们故意散布谣言 故意要影响社会 要故意制造社会恐慌 然后就缩回来又不弄 你这样几次之后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 台湾人以后就觉得 政府都玩讲的 假的啦 狼来了 这个对 狼来了 就大家都不准备了 然后等到哪一天真的发生战争了 就真的所有人都没准备 那台湾就完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民防这些东西 你就老老实实地跟大家讲 该编组就编组 该播预算就播预算 该做任何设施 做任何准备就去准备 但是要诚实 不要用这种谎言欺骗的方式 那今天许晓星要提出这一个 所谓把高中以下撤除勤务 就是资源近视勤务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很好 我实在不知道 台湾是有缺人力 缺到必须要未成年的人以来 帮忙做这件事吗 有必要吗 你希望台湾 因为乌克兰会去抓夫 会直接到叶总会去抓人 是因为他们已经把一整个世代的人都打光了 他不得不去做这件事 有人认为台湾未来希望跟 一旦发生战争 我们怎么要打个两三年吗 打到整个世代都打光吗 我想没有人希望出现这种事情吧 那你要未成年的人 也加入这种勤务战备 到底要干什么 根本没异议 所以我认为徐晓星提的是有道理 但是问题是 今天在立百云发生的事情 因为齐凯歌在现场 我不知道我不在 我觉得很奇怪 一开始国民党是喊有异议 那为什么到最后林思民突然之间喊一个 无异议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今天突袭就好了 把这个问题凸显就好了 也不用去为了民进党去修法 然后以后随时可以再拿出来 我觉得不错 今天这样也OK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你们是做这样的决定 国民党团队应该要清楚 跟社会大众说明 而不是完全没有任何解释 就去做这件事 这个是非常奇怪 你这样很容易让你的自治者误解 说你们是不是No 是不是不想做这件事 还是你们被私底下 什么按盘交换利益妥协 这个非常不好 我觉得转变策略不是不行 因为有的时候 你策略太参攻处提出来 可能构思不够完备 以上处提出可能反而会有害 所以如果认为说 要重新回去再研究一下 提出一个更完善的一个主意来讲 我个人不反对 可是你们必须要清楚 对社会大众说明 这样子社会大众才能够理解 因为你要知道 蓝军甚至整个在野党 好不容易现在同仇敌忾 呈现难得有的团结 能够去对抗民进党 那不要又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你们中间又内部不齐心 不协力 然后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到最后又变异盘散沙 那就完蛋 所以我真的觉得 要改变主意不是不行 赶快跟社会大众说明 告诉大家你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如果不做这个说明的话 说真的 搞不好下次走上街头 是反对国民党的 不过政府发放青年扶勤调查 家长很担心 学生是不是要上战场 但是不是只有这个青年扶勤政策 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最根本的问题 恐怕还是在于这个108课纲 上路以来 不断地受到家长跟师生的诟病 尤其是在文史的课程 不断地搞去中化 也让学界很担心的是 是不是会让我们学生竞争力 不断地被弱化呢 那么事实上最新的消息是 全国的补习班 不断地在暴增 已经变成了1.7万家了 好啦 所以有一些老师学者们 他们很忧心 因此决定要自掏腰包 在北捷的灯箱 还有双北的公共车 都要刊登广告 呼吁废除108课纲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传出遭到了拒接 到底怎么回事呢 其中的欧贵之老师 出来发言 他说因为立法院 我们看起来好像 没有办法有动作 因此老师们决定 自掏腰包去刊登广告 考量到 去中化的诉求 恐怕会造成北捷 还有客运业者的压力 因此这个广告 还很善意的 根本没有提到 去中化的问题 而是呼吁家长们 应该要注意孩子们的竞争力 刊登广告 其实本来是 无需经过任何审核的 但是他们突然一下 被业者告知说 没有办法来帮你们 刊登这个广告 让老师们非常不能够理解 怎么会小心到 这样一个地步呢 好啦 传出这个事件之后 很多家长听到了炸锅 北捷跳出来回应 北捷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收到 广告代理商要上刊的 书面申请 一推二五六说 没有收到书面申请 所以当然没有这回事了 但是问题是 老师们其实是 找人家帮忙脱拨 这个代理的业者 就出来讲说 这个案件 我们送给北捷 去送审的时候 窗口确实有回复 告诉我们说 有一些争议 建议我们要重新调整 文字之后 再来重新送审 所以网友就质疑说 难道现在台北市 还是民进党在执政吗 否则怎么会出现 像这样类似是 政治审查 还是思想审查了吗 那蒋万安市长 作为市长 而且也是个三宝吧 要不要告诉大家 难道市长打算 要支持维护 这个108克纲吗 到底是谁受益 要做这样的思想 或者是政治检查的呢 盛风老师怎么看 在如此动荡 混乱的时代里 任何政党的政策 首要的一定要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今天国民党党团 忽然喊个无意义 假如今天中视的编辑 看不懂 主持人也觉得有问号 我想我们在座的立场 大家也很清楚 包含齐改兄 张伟元也在这里 也列做了说明 可是大家还是不太懂 那这问题绝对不在我们 这个策略 之所以会有问号 绝对不是我们看不出来 是我们真的看不懂 看不懂的是 可能就是要 去讲得更明白一点 因为最让人家痛恨的 不是你清楚的赞成 或者是反对 而是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今天为什么对沈某阳的 沈茶阳的 那个一天到晚 号称国安专家 我就从来去找过他 所有的资金 他到底跟国跟安有什么关系 但是现在狂狂而谈 为什么大家很不爽 因为他也是要明知是什么 但是故意不收清楚 所以大家很讨厌 国民党和民党的性格 就在刚刚欧贵茨老师的 一连八克刚的问题也罢 就在于 福秦的 这一个到底 要不要把年轻人 送上战场的福秦也罢 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民进党的特点 就是想了 但是不敢讲太多 因为他想骗大家 真的 假如今天台湾准备要战争 要动员 就摆明嘛 就像当年老蒋的时代讲 我要皇宫大陆嘛 然后到处贴标语告诉你嘛 要消灭万恶共和 然后我们三不五时 就发皇宫警报 然后那个 那个皇宫洞 我们真的躲过皇宫洞 演戏耶 不会躲过 对吧 你看皇宫洞在哪里 你看得到啊 那今后前台湾总清查 地下室有多少 然后让每一个社群人知道 万一听到警报的时候 要去往哪里躲 这才叫准备好嘛 但是他敢这样做吗 有啊 他现在准备叫学生去学 他绝对不敢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 就表示台湾要怎么样子 要战争 他马上垮台 他不敢这样做 其实他做这些花钱秀腿 是在骗美国人 过去在骗台湾人 现在准备要去蒙 蒙老美 我告诉你 老美不会被蒙啦 老美说 你蒙不蒙我不重要啦 重要是定期把金款汇过来有没有 这个才是重点啦 不用蒙啦 记得 缴钱 他才不会管你那么多呢 不要再骗啦 好 那国民党的性格 最大的特点是 骗自己 民进党是骗别人 国民党的性格 骗自己 不敢想 也不敢讲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108克刚 只要私下 我请问 哪一个缓毒的朋友 哪一个不赞成台独的朋友 是支持108克刚的 哪一个南京的朋友 是支持108克刚的 我相信 这个谁 市长也应该是 缓对108克刚的 今天你有市长 你有潜力 这时候有民间人士 要做一点事 而且做得很谦卑 截然 你还不敢 就是不敢想 也不敢讲 就好像最近 满英九 满勇敢的 在两岸问题 哇 他也很勇敢 他的大将萧先生 也很勇敢 可是他们任务 好像都没有那么勇敢 他们就 你不要下台才勇敢吧 拜托拜托 当你有潜力的时候 勇敢一点 当你在立法院 多数的时候 勇敢一点 当你啊 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勇敢一点 为什么我这么感慨 今天是什么日子 10月25号 光户贼啊 是决定台湾命运 不管你要毒 或者你不毒 或者你要同 不管你是哪一个立场 台湾光户贼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 今天谁来讨论呢 有啦 新党很辛苦的 叫了几部车子在游街啦 有啦 今天呢 习宗帽先生还有高 这个高经委员 在台北市政府的这个中庭 办了一个活动 还有呢 还有呢 有几个同派的团体 可能也办了一些活动 还有呢 没啦 一个决定台湾命运的是 大家点点 在台北市政府的中庭 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 哎呀 市长是出问一下 为什么 至少作为奖家的第三代 绝对有资格 站在那个地方 告诉台湾人说 台湾之所以光户 是我的主户 带领了全国精明同胞 混斗了八年 牺牲的代价 才有台湾的光户 哎 别人还要去说这些 还没有本钱呢 然后 没有看到 所以这些的种种 涉及到的两党的性格 涉及到的 一个是骗台湾人 一个是骗自己的国民党 一个是骗台湾人的民进党 真的不要再骗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 我们才知道 你要不要把我们带到战争 要勇敢的去 想历史上 给你的定位 不要怕 不要逃 108课堂不对 就说不对 台湾光户贼 是正确 就应该说是 台湾光户贼的正确 不要像赛德克巴来 这我感慨万千 因为今天 是以原住民那个做主题 赛德克巴来 明明是殖民者 来压榨 被殖民者的原住民 可是在台湾这部片子 拍得好不好 拍得非常好 但是他的定义叫什么 叫彩虹旗 跟太阳旗的文明冲突 镇压变成文明冲突 然后到大陆去上瘾 当然不能这么讲 那就是台湾原住民的抗日运动 这不得一样 这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 在台湾可以扭曲一部分小的历史 但是大的历史潮流 是不会让这一个唯一政治政界不谈 台湾光户就会不见了 中华民族日迪是会记得很清楚的 好 其实这个108克纲 搞去中华让第一线的教师都很感慨 因为这导致了历史的碎片化 国文的潜谍化 让学生根本就已经不知道 何为士大夫之无耻 是为国耻 痛批108克纲是无耻克纲 虽然说现在不会政党轮替 但在一党似乎也无力阻挡政府 继续推行108克纲 欧贵之老师就提到了 说现在看起来立法院 没有办法有什么动作 所以老师们才就一定要自掏腰包 去刊登广告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连在蓝营执政的台北市 想登个广告竟然会碰壁 那在一党做不到的 老师们自掏腰包来做 结果发现在一党执政的地方 怎么也有政治审查吗 就连修个民防法 希望学生跟军事服务情脱钩 好像在一党是不是也临阵退缩了呢 导致案子被退回了委员会 有些网友就开始质疑说 这个执政党的这个阿爸跟独裁 会不会其实就是软弱 又瞻前顾后的在野党所造成的呢 立文怎么看 民防法这件事情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思考清楚 不然的话就会有一点闹笑话 毕竟在国会殿堂 在这个重要议题的攻防上面 不能够像小孩子吵架一样 然后用这种方式 我是觉得这个应该要重新的检讨 对于个别委员 在这个议题上面提出来他们自己的一些策略跟想法 譬如说要修民防法 其实党团第一时间就应该要把所有党籍立委的提案 照道理讲党团都会检视一遍的 如果一开始觉得不恰当的时候 都不应该让他排入程序委员会 都应该要劝退 都应该让他们撤签 或者是把这个案子撤了 你现在今天礼拜五院会的时候 还发了假动 那换句话说是党团已经把他认定是一个党团重大议题 不然你何必发假动让大家来表决呢 如果是一个没要没筋 或者是我们只是虚晃一招的话 或者是根本没有要表决的话 你又何必假动呢 那既然假动了表示说党团对这件事情曾经思考过 然后要把他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攻防 那为什么临时搞一个大家都看不懂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忌讳的 毕竟国民党又不是民众党成立几年而已 国民党是一个这么老的党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策略的拿捏进退 然后话又说不清楚 从过去 那就表示是不是你前面是严重的误判 还是有来自于不同的压力 比如说党中央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玩 临时说刀下留人啊不能砍啊 这是我觉得是闹了笑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失误 对于一个老党 对于国民党来讲 这种失误是不可以存在的 是不容存在的 那你既然因为你这件事情 说实在的修不修民防法 我认为都无所谓 你要修也可以 你不修也可以 就是你自己要想清楚 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如何论述 你如何攻防 你如何看待 那你就要一以贯之 你今天闹了笑话就证明说 你之前的思虑不周 还是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跟思维临时 你不要告诉我说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提了以后呢 然后到了全会之后发现什么 我告诉你发现什么 发现原来民进党就是敢反对 他们不是要用这个东西来测试民进党的态度吗 那就表示民进党 这就表示国民党严重的误判 这就表示国民党根本到今天还看不懂民进党 不敢的从来只有国民党 我还没有看过民进党有什么不敢的 所以今天你想要对撞玩chicken的游戏 民进党就是敢表决反对 结果后来chicken的是谁 退缩的是谁 是国民党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误读了 但是如果连我的解读都是这样的话 那一般民众会如何看待呢 我想八成也就是看不懂不知道在玩什么 一个人家看不懂不知道的战略 就不可能起任何的效果嘛 你要不然就是实质上你的实力 让民进党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要不然你就是宣传诉诸于群众 诉诸于人民 让人民认同你的立场 结果人民看不懂 实质上也没有发挥作用 那请问这一招还不叫失败 什么叫做失败 还不用检讨 什么叫做检讨呢 接下来讲的这个108课纲 这是两回事 我必须说 今天在台湾 医院 学校 公家机关 还有车站 都不允许这一类的广告登的 所以我想今天北捷拒绝了 这个108课纲的广告 我想它是因为这样的考量 这是第一个层次 那我们同不同意 未来再像医院 车站 机场 这一类的地方 不堪登有这种政治诉求的广告 这是行之有年的一个惯例 不希望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域里头 引起不必要的内部的对立纷争 或者是你今天可以登108 绿营的测译以后也会有成千上万 你想不到的各种的诉求的广告 大家都来登 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 北捷有这样的态度 但问题是在于说 第一个 为什么引起大家的不谅解呢 所以北捷必须说清楚 你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原则是什么 而且因为我也没有看到 这个广告真正的内容 或许这个广告的内容 对于这个登广告人来讲说 他根本没有碰触任何争议性的话题 所以广告内容我实在也没有看到 但是第一个原则我是同意的 但这并不代表就是蒋万安的立场 蒋万安支持什么 并不代表北捷就要登什么广告 蒋万安不支持什么 难道北捷就不能登这个广告吗 蒋万安又不是当皇帝 他是当市长 所以蒋万安不能够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来决定北捷登什么广告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这就是最基本的民主素养 但是蒋万安可以对他自己 对这个议题的态度做表态 因为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他并不是一个行政中立的 就是说凡是中立的公务员 他是一个民选的首长 所以蒋万安就如同刚刚 胜丰兄所说的 对于台湾光复节你的态度是什么 台北市政府记不记念 办不办活动是可以表态的 你对101课纲你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整个台北市的教育 你也是父母官 所以你是可以对108课纲 这件事情表态的 但是蒋万安的表态 不能够影响北捷 绝不决定登这个广告 这是两回事 这是必须要分清楚的 不能够因为民进党执政久了 大家都忘记了正常的民主寓作 是怎么回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今天宪法法庭针对国会改革的 试线案做出了判决 那么尤其是针对总统国庆报告 藐视国会罪 国会调查权 大法官都认为是 抵触了权力分立 因此大部分其实都被宣告违宪 那民众只是要求官员 被询的时候 不能够隐匿说谎 要资料不可以涂黑 不能不给 那请问大法官这些要求 到底哪里有错呢 好 立委代表民意监督官员 结果被大法官判定多 都是违宪 那是不是干脆 直接宣布贪污罪 贪污和线不就好了吗 老百姓希望国会有调查权 希望能够有藐视国会罪 来追超私 追高端这些弊案 结果现在大法官证为 这些通通都违宪 那大法官到底是 是要允许官员 可以公然在国会说谎吗 可以不提供资料吗 还是说呢 是要这个变成是 让宪法法庭可以当成是遮掩贪腐的帮凶吗 齐凯哥怎么看 刚刚这个宪法法庭 大法官81页这个视线文 几乎绝大部分都用违宪 就是已经是把立法院的国会改革 基本上都无法大绑 几乎已经全部都砍掉了 我们要问哦 这次的国会改革里面用的是 接轨先进国家的民主国家里面 该有的听政权调查权这些 全部这次都被他拿掉了 我们怎么 继续当一个落后的国家吗 这样的大法官对得起人民吗 前阵子实质这个废史 已经引起民众多大的一个反弹了 很多人讲说大法官这可不可以废掉了 就加上今天 又他会把国会改革 把重要的这个条文 全部都变成是违宪了 这样的大法官还需要再存在吗 他里面很离谱的什么 第一个我跟他讲 他先 第一个先满足了赖清德 不用到立法院的意愿 第一条里面写的就是这个 他在强调什么 一共啊 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的第三项规定 只是付给立法院说 得被动听起总统国情报告的潜力 总统没有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义务 他把他定位什么 立法委员立法院是得被动而已 那主动权在谁手上 完全在总统的这个手上 另外呢 立法院听起总统国情报告的时候 海尼不能去指定他的内容的同时 他说什么 对总统你要询问或者他答复 或者听起说他的建言 你都没有要求的这个潜力 然后后面给你补一句 你这次的这个国会改革关于这一条 本相规定从本判决宣示自己 撕掉他的权力 这个效率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开始他就先满足了 赖清德不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 先满足了赖清德的意愿了 第二个 他把这个国会改革里面最重要一个点 调查权跟国会改革 我是立法院超私近火鸡蛋 专业小组的调查权 马上就被他阉割了 他把我们人民要真相 然后你看那个超私鸡蛋 那是多严重的一个事情 光是一个50万的超私 我们人民因为这样子 至少用了5亿人民的纳税钱 丢到水里面去了 那时候再加其他 大概有10亿的人民纳税钱 被浪费了 人民生气是这样子 从去年底那么生气 多少人去法院按您申告 然后立法院我们执行了多少事去追 民意沸腾 人民要真相的时候 竟然大法官可以变成超私的遮羞部 他把我们这个权力整个拿掉了 那以后这个调查小组 现在只剩下什么 手支 他把其他钱全部都拿掉 本来我们要办听证会了 听证会就是相关的人 超私的老板 秦老板一定要来 第二个 北柬到现在连陈其重 连林抽柬都不掉 那你就来立法院 听证会啊 这个大家在看电视电影 常常看到嘛 美国不是也常在办吗 日本也在办啊 先进国家不是都在办 国会的听证会吗 为什么台湾不能有 那陈其重 林抽嫌怎么样 一辈子就躲起来 不用来立法院吗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谈 我们就进一步我们再修法 我们再争取这个点 可是我们现在要让人民知道 大法官有多可恶 当人民要真相的时候 你看到过去八年 有多少的弊案 立法院好不容易 抽过了国会的调查之后 立法院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 要去帮人民追真相的时候 你帮忙就来不及了 你现在变成什么 不只遮羞布 你在掩护犯罪吗 超市浪费了我们人民的 这么多的钱 指名指名高 你大法官你不让我们有真相 然后也不去把这个弊案查清楚 让阳光照进来又把阳光 阳光又遮掉 你怎么会对得起人民呢 听证调查权没有了 听证权也没有了 这个立法院又变成没有牙齿的一只老虎了 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我们进一步再去修法 可是我们让人民再继续征请国会改革 该有这个重点都要出来 可是相对的 我们一定要让人民知道 大法官从上次的实质会死 台湾人民八成以上 后来有九成以上的民众 全部都是反对会死的 他这样乱搞 今天连国会改革 好不容易我们跨出了这个一步 阳光照进了国会让人民可以得到真相的时候 大法官又变成是弊案的这个帮凶 我们要问喔 当这些弊案全部都没办法追到真相的时候 人民的钱继续被浪费吗 以后的贪官物力越来越多 你怎么对得起人民 里面还有一个点 他来连这个所谓反执行这一块 他全部都是判这个违宪耶 以后立法院的官员 行政院的官员来到立法院 他反正都不怕 他是继续来这边收房 你鼓励他收房 刚刚讲的调查前没有了 你也鼓励他继续贪污 这台湾那整个乌漆妈的事情 这个本来是有机会阳光进来 要掀开了 结果现在因为大法官的这样子 不只是立法院会被五花大绑 前线没办法增加 没办法去拓展 没办法向先进国家 去做调查前听证权 过去八年的所有的弊案 很多现在都已经没办法再好好查了 更严重的未来怎么办 我们本来非常努力的在做 然后本来有一个调查小组 所以你看本来超市 北姐已经开始经济查了 对不对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他在拒建法 他让陈吉仲 让林聪典到现在没有 那本来昨天跟前天 有一个好一点点的 台元立能 本来检察官台南地解署进去了 可是后来生压五个人 反正都把他放了 台湾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有一个变成遮羞部的一个大法官 然后某些检察体系 该传的人都不传 台湾再这样下去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说一方面 我们把我们的气氛表现出来 第二个 我们在立法院我们继续努力 这次被大法官 虽然是宣判了某些 绝大部分都违宪了 我们继续修法 我们继续在进步 不到国会改革真正达成 我们绝不罢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很多人说民进党是不是打算 把他们不想做的不想过的法案 就干脆通通都丢给大法官 视线就好了 好 先前宪法法庭做出的死刑 是有条件的核线 但是事实上其实是 把整个这个权限 缩得非常非常紧 而且还要一致 所有的法官都同意 才可以判死刑 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呢 82.7%的民众反对费死 80.5%的民众反对大法官 修宪来实施费死 那么数据交叉比对还发现 范律的支持者 高达77%的人反对费死 73%的人不支持大法官的视线结果 所以大法官从国会改革到费死的议题 看起来是一路跟民意对着干 这也不意外 因为先前就有大法官说 难道我要跟民意妥协吗 好啦 其实台湾根本 是不是根本不应该讨论 费不费死的问题 就有人说了 那如果说宪法法庭变成一个 只听命于执政党的一个宪法法庭的话 那该费的要讨论应该费除的 是不是反而变成应该是大法官了呢 这兵哥怎么看 在台湾这种多元化的社会 你有一个议题有将近八成的人支持 甚至超过八成的人支持 这是高度有社会共识性的东西 你干嘛要去视线 干嘛要去由大法官来决定 这个社会应该往哪里走 这不是很怪吗 那但是民进党就这样干 那民进党为什么要这样干 因为他知道大法官都是他养 都是他操纵 都是他提名的 所以他才有恃无恐这样做 那我也比如说 这些大法官也满闹的 你当初如果按照你们自己真实的意见 你们应该直接判死刑违宪 那你也不敢判 然后用这种拐弯抹角的方式 说和谐 但是要有条件限制 这不是很好笑吗 但这个判决一出来 其实连民进党内部很多人都反弹 因为废死这个东西在台湾 其实这部分党派 几乎大家都是认为 废死在现阶段台湾是不可行 那可是问题是 刚刚我们也知道下午三点的时候 就宣布了这个国会职权行事法 也有大部分绝大多数 除了那些鸡毛蒜皮不重要的之外 其他全部的威胁 那这就表示以后类似的东西 或是任何只要威胁到民进党利益的东西 他就用大法官这一招 然后就把你干掉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们是不是干脆就把大法官裁测掉 就像我一直主张要把NCC委员裁测掉一样 是不是大法官这个职位也不要 我必须说不能这样 为什么 因为大法官还是有他存在的重要性 因为没有大法官 那以后有宪法争议谁来解释 有没有人解释大家各说各话 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的制度目前设计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力推翁晓林委员所提出的 也就是现行的这个 以前是说要二分之一大法官出其同意就可以 现在应该是要总额的三分之二 那因为马上就是大法官有七个人要退 那就变成只剩八个 那你就不满总额的三分之二 假设这个法能够过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没有办法召开宪法法庭 那就可以暂时锁住这个大法官的功能 我知道锁住大法官的功能 会造成很多失陷害 就延荡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要解决也不难啊 就是民进党提一个社会高度共识 认为他有资格当大法官的人 就可以填补上这个职位 问题是现在民进党两边都爱党 他又不愿意提合格的 一定要提姚林民众 然后呢另外一方面 又故意在找宪法 又回头来挡你 他两边堵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去找破口 你说造成一些法案的延荡 或是一些社会上的一些问题 这也是不得已的一个状况 因为你不这样做 已经没有别的出路了 除非你准备搞革命 把整个制度推翻掉 在我看来以现在的台湾 恐怕很难实行这一点 那当然这是阶段性的东西 长远的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改变 我们大法官的领选方式 我们过去就是由总统提名 然后立法院同意 然后就过了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做 而是应该用选举的方式 让民众直接选举 当然限定资格 不能说那种只是法学系毕业就算 你要在社会上一定包括律师 包括法官一定程度的历劣 然后请他提出来 他当大法官的理想 他的政见 他的目标 然后由全民来领选 因为大法官对我们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他解释先把这个根本大法 我觉得如果不把这整个制度 做一个改变的话 那以后不管谁当总统 大法官等于都是他御用打手 那如果他能够连任甚至连续好几任 都他执政的话 那以后大法官就完全为 同一个政党在服务 这还得了 所以这是我们制度上先天的问题 你要从制度的根本面去改变 如果改变不了的话 那大法官就会跟NCC委员一样 永远变成执政者的 那我们很需要狗吗 台湾狗已经够多了 你放在那个流氧动物之家都没人要了 我们司法院不需要一堆 所以大家一定要长脸的看 要改变这个制度 台湾未来才有希望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忙按个赞 如果现在连费死这种民意 高度有共识的话题 都可以让大法官就可以认为说 他认为是他要费死就费死的话 那不就是通通变成只听命于执政党吗 所以就有人说了 那这样的大法官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沈黄老师 这样子 大概假如今天大法官坐下这个判决下来 我可以非常笃定的 而且非常负责任的 这样子来说 是中华民国形献已有史以来 最令人看不起的一群 无连无耻的法官 我想我这个话是说得过重的 但如果讲这个话 我是有我的根据 民主政治不就是民意政治 议会政治 政党政治吗 这是我们读政治学 基本的ABC 民意政治展现在哪里 就展现在议会里 那所以没有议会的 没有议会政治就不能叫民主政治 这很简单 因为民意需要透过议会来表现 议会代表人民来进行什么潜力 现在给我们叫执行钱 预算钱 零点立瓦钱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潜力 就是调查权 调查权本来是放到监察院去 那个监察院自从改成那个鬼样子以后 谁相信那个监察院 多少人主张把监察院就给毁掉了 那会监察院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发挥功能 大家相信人民一票一票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 是愿意来进行调查的功能 那今天把这个给拿掉了 为什么 什么理由 我们今天只要换一个角度想一想 假如今天提出国会改革的是民进党 假如今天执政的是国民党 而国民党透过了视线 在立法院表辑输了 然后透过了视线 把这些全部都推弯 你看今天会是什么贼级 请国民党人想一想 会是什么 就说啊吞了 我们在那努力 我们在那提案 不会的啦 现在大家上 为什么 因为这个体制已经 不能把我们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前卫 把我们民主政治最起码的价值保护住了 司法是我们最后的保护神 为什么我们在整个的宪法设计全世界都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一群没有民力基础的人 可以推翻人民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力 为什么 互给他这么大一个权力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调诡的概念 那就是因为他有专业 会帮我们把关 因为怕民意冲过头 民粹过头 所以会帮我们把关 第二个 更重要的 不但有专业 而且他是公正的 他是像皇后的尊操 不容怀疑的 可是今天这一批大法官 怎么看 怎么像皇后的尊操 怎么看 怎么像 他们今天是立着大法官的尊贼牌皇 他们干净的是 果皮脑造的事啊 为什么这样讲 一个调查权 这是一个人民在异化而易里面 最卑微的要求 我不晓得他有什么伟大的文字 可以把它写到最后是违宪的 我看冲击量最大的结法中 这个权力是监察院的 他唯一能推诿的 是的 监察院有这个潜力 立法院可以在这个潜力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用嘛 至少在调业资料上 是不能够隐藏的 至少把相关的人员 调来问讯 是不能隐藏的 只是监察院是用问话的 立法院是用公厅的 差在这里而已啊 所谓的问话就是我问 我不让外界知道 公厅是让社会共同去看的 为什么立法院不能行使 有公厅前的调查权呢 为什么立法院不能行使 去把政府的资料 不可隐匿的调查权呢 假如今天没有这个调查权 他隐匿你也没有办法 甚至他变造了 你要查出证据 或者你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把东西拿掉 其心有鬼 这个鬼是什么 是民进党有太多 太多乌七妈黑的事情 不敢让人家去碰 大家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的疫苗 当时是怎么搞的 我们疫苗的国光 是怎么样官商勾结的 我们的疫苗 当人民需要的时候 怎么样子被谋财害命的 你不想了解吗 谁不想了解 大家都想了解 可是调查前 就把这个给剥夺了 听证前 听证前就 好 把相关的人到立法院来 就是从各位电影上所看到的 在一定的规则跟秩序下 我们来对他进行的 一直了解 很多人讲说 那立法院不变成法院判决的话 没有 立法院没有判决前 那是民进党在乱讲的 是把这个潜力怎么样子 最后的结果移送法院 因为法院才有这个